從正奇異谷這邊法師李諾法 也是有很多可能性的牌組 只要是李諾系列都 除了慕斯 除了李諾慕斯實在是不太好玩以外 其他這幾個字都是非常有可能性的牌組 我們就看這邊台灣選手怎麼發揮 沒錯他們怎麼都發揮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嗎 有 有 好心虛喔 沒有 李諾法 李諾法打李諾法吧 應該這樣沒錯 導播OK了嗎導播 不過對啊如果剩這樣的話 我比較希望這邊可能換驗法 換驗法可能都可以打 李諾法 把那個蓋掉 李諾法內戰主要還是 就看大地吧 大地的配合跟 再來就是 紅龍還有 搶劫暴徒也蠻重要的 紅龍搶劫暴徒以及 你有沒有走文森大師炎爆那一種 不過從他們前面的抗快配置的話 應該是 抗快配置的話應該不是走那一邊吧 可是他有藏寶欸 那有可能 沒有 長矛還是還是有可能 就是他們只是要搭大法式用 或是 就是抗快用 長矛抗快的表現 還不錯 還不錯 如果擋477 之類的 對 對於可能 呃 他流冰箱喔 好 好 好那這裡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他流冰箱 因為 其實這個 尼諾法的內戰 就是 是一個 互相打不死的 概率很高的 然後呢 就是 冰箱可以說這個內戰 前期最有用的牌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防對面的斬殺 就尼諾法 有時候可以打出一波什麼 十幾點的斬殺之類的 那你如果沒有冰箱的話 你可能 剩十幾血就要雷諾了 但如果你有冰箱的話 你可能可以讓別人 幫你打出冰箱 你再雷諾 對 那但是冰箱這樣排落到 後期 就這樣廢卡 因為後期大家都疲勞了 那疲勞之後你的冰箱就是 那個保護力就 相對弱很多這樣 所以就是要讓冰箱這張卡 可以發揮最大的價值 就是要在 前中期的時候 用出它來 但是我並沒有把握 自己一定把它換掉之後 可以在中期正好 需要的時候抽上 所以還不如前期先 留在手上 這樣可以直接三費 如果沒事多就打出去 就也不會虧費用 對 所以就是大開是這樣想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怎麼怎麼怎麼進行 他這樣少抽一張牌 對 而且 剛剛我記得最後有看到嗎 對面上面是有紅龍的 火球四張火球 最後是進紅龍 嗯 所以這樣子 單看 目前已知識資訊的話 愛心馬狗的 理諾 的法師是比較主動的 嗯 我們吃便當的聲音全部都收進去 好 過日子囉 來喔護天火球 好 我點你點我 其實硬幣是不能下的 是因為這個或許可以 留到最後做大瓦斯 就可以再變成一個火球 多洗一顆 這個 這個對局不是搶節奏的對局 那個 好那我剛剛在那邊猶豫了一下 我是想要提前思考三層的事情 因為如果我在三層的思考 對手就會知道我的三廢牌不只一張 所以就是在想說可能會為了避免在下一層的時候暴露我有兩張三廢牌這件事 所以我在這裡的時候就稍微猶豫了一下這樣 水晶打滿都是騙人的啊 他是一個 腦力大考驗的對局 2468 可以收可以收 好 先苦痛 先不要吧 先苦痛還是先抽 先抽先抽 苦痛可能會讓你爆牌 可能有密法飛彈之類的 你弄髮為密法飛彈 你知道東地在第一名五大區嗎 他在 他是自己帶密法飛彈 對 很厲害厲害 所以說我這邊比較建議抽牌就好了 讓我想想 想想 想想想想看塊配置的確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他有帶到一些照焉石 有帶火山的小的 好 然後這邊就是我 其實很想直接掛冰箱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對戰應該是要打到疲勞 然後呢就是如果 我就是 過牌的話 我是后手已经 劣势一张了 我现在在过牌后等于是劣势三张 就这个皮奥差就会对我 很不利 就接下来对面如果是 很会玩的话 他应该是都不用过牌了 对面就是过牌都不要瞎了 然后他这样最后皮奥领先三张 就随便虐我随便赢 对啊所以就是说 对我就是其实 如果是高手互打的话 我就不会过 好看就挂平一下 但是问题是我考虑一件事是 我过牌的话呢 就是对面可能也会过牌 对而且呢因为我现在手上 还有苦痛啊 我如果要彻底不过牌的话 那我这个牌 就是会变得非常难操作 就很卡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我想一想之后 还不如我过牌 然后打得比较主动一点 然后引诱对面也跟着过牌就好了 反正对面跟着我一起 大家一起过的话 那这样其实也还好 但这样的话 我过牌可以换到一些 可能更有用的卡这样子 就是可以给对面压力 而且也确保我在解对面的生物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应对 就不一定要交伤害 像有些时候 比如说对面大法师 你可以用火球解 你可以用阳解 但如果你用阳解的话 你就可以 整个保留你的伤害了 所以就是说我这边 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还是 嗯 就先过个牌好了 反正对面不一定会 这么早就要跟我打疲劳这样子 哦 正如 呃正正如初铁讲的 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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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底下是抗快被支 上面是打的 上面 正掌被支 上面很正常 好 然后那个独眼恐惧怪是 我很喜欢的一张卡 就是因为我觉得呢 他就是 这个可以在 劣势的时候呢 就是血量比较高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对面空场的话 4-3丢下去 其实也就还OK 或对面一个怪 4-3-4丢下去 然后把对面 这个怪结了 就怎么说啊 结果说因为我觉得 理诺法是一套 需要这个 注重嫩性的牌这样子 通常就是你只要狗住就能赢 狗住就能翻盘 所以就像有时候 你如果打龙木啊 对面铺了一地生物 你下一个这个 试费可能3-7 或什么的 对面就 就很难处理 像说他一地的那种 两攻一攻的怪 对啊 然后就是 反正就还有很多场合 你可以这个下这个 然后把对面动住 然后对面解不掉 你就可以一定踢到 对面点3点血 比如说 假如你打萨满 对面一地怪 没有操控 你下这个 然后 然后动住对面 然后下回红龙一盆一打 对面就剩12血 所以就这个 独眼恐惧怪 其实非常厉害 对 然后这个 安利大家 独眼恐惧怪 拨到400层 很有点贵这样子 所以一般 这个不课金玩家 就算了 不要合了 这样子 免得合了怪我 都有啊 都有 这边其实也不能丢卡刀 因为会爆牌 所以还是丢毒烟好一点 或者是 毒烟三次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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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边做1加3 我觉得还行啊 3是冰箱 冰箱过去也还行 就赶快把一些牌的位置 摸出来 好一点 好一点 好 上面的话 就正常做 这边可以做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卡杂 或者是你这边 苦痛点以上也可以 撞点苦痛吗 我都点 然后苦痛 怎么了 没有 其实他们就是把 他们怎么喜欢毒用 有一个是卡杂 或者是你这边 苦痛点以上也可以 撞点苦痛吗 我都点 然后苦痛 没有 其实他们就是把 他们怎么这么久 要毒用 可是他选择 做苦痛点一下 撞一下 好一点 我好像手上都功能牌 其实下面蛮难受的哦 变一张密码 配蛋 牌波波布克 可是上面也不会爆246 7 7 7 不会不会爆 不会爆 两张都不会 嗯 要干嘛 想清楚啊 中学 行行啊 那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这里你怎么做啊 我的话我可能 我可能就 我在想要卡杂 卡杂然后 硬币丢那个 丢苦痛 我硬币也 也丢不到 现在手上卡 太多奇怪东西了 卡杂然后硬币 然后进走 这样 对啊 对啊 现在太多东西都会 这个 怎么不然 弦这种牌不好 这样 学校手 太多牌都会循环 就是 那张牌出去之后 会再拿另外一张牌进来 所以等于是 你很难 腾出那个卡片的空格 这边上 好啦 其实刚刚那边我在想很久 就是 我其实很想点对面苦痛 但是 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如果点对面苦痛 我可能会 让对方知道 我想要打疲劳的意图 就是 我就是 不知道对面 到底是一个 很厉害的李诺法玩家 还是很普通的 就如果他是很厉害的话 我这边当然要点他苦痛 可是因为从他这边 置点苦痛来看 他应该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 所以我不应该 在这时候教育他 就应该在这时候就是 装作 不想让他过牌 而不是要装作 我想要他过越多牌越好 因为我如果现在 突然点苦痛 他可能就会一直到 哦 这个对战会打到疲劳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 会影响后面的走势这样 所以就为了要 隐蔽这个 我想要打疲劳 然后对面傻傻 不知道这个对战会疲劳的 这种 意图 就这种状态 然后我要让对面就是 等一下继续 犯很多战略上的 重大错误 所以我这里呢 就是要 隐藏我的意图 所以我当然就不能点苦痛 让他过牌 那我另外刚好想的是 那我要不要 直接那个 静奏之火 就是把那个 苦痛砸掉 因为这样是很好的 让他觉得我不想让他过牌 可是我觉得说现在 这样操作好像为时尚早 这样子 就是这个静奏之火 还是有他别的用处 所以未必要 急着现在就把这样的还打掉 最起码他配了安东尼 也是一颗火球 所以就是 想着想着不着急 他就点个水人数的意思意思 下回来如果神抽火 三药药水 刚好就清个场 也还可以 我们也是 起早先抽到的红龙 这里拉出来的东西就是 卡扎克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 进行我们的抽奖 不是吗 今天没有抽奖 今天没有抽奖 是人数不到 还是 卖箱的 卖箱的抽奖之间 是 其实这边对面还蛮大胆的 他如果张鼠拿出一个什么 安东尼的话 他不就要直接输了吗 就是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敢这样打 不过他这样打都确实是 拉出卡扎克斯就优势 无限大这样子 就优势很低的 最后点让我想到当年那个 中美对抗赛的时候 这个 对面是 奇迹是谁 然后有一个人就张鼠拉在对面的 范克里夫 然后美国队就输了这样子 好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 差不多了没有什么救了 也许说不定底下也可以抽一个老鼠 1A8卡扎拉出来 诶 这样就平起平坐 这样会比较好吗 就大家都没有卡扎拉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没有特异功能了 我老实 让上帝四角 手牌没有东西 好你可以比较先红龙 看你要不要留手上的伤害 再进一个寒冰箭 差不多有救了 嗯 对 先把对手打死 往好住墙你还有平降 对 说不定你可以先用死对手 先 看书 好不舒服喔 他没有事情可以做 对下手好不舒服 他就是 oh my 你该不要抽完你会爆耶 这不能字典啊 嗯 字典9欸 然后丢掉下书啊 下书才是补一张 时间快不够了 蛤 啊你这样为什么不下书 就 补一张 没有啦 不知道啦 不知道啊为什么 那个一费啊 我两费打二啦 他喜欢打三啦 好啊那这边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那个不下书 是因为那个书是我剩下的牌里面 唯一张可以跟同虚配合的牌 因为我没有带那个三费二的发现 所以我那个卡杂库是被拉之后 我的同虚现场就已经快要废掉了 那如果我那个一一输 如果再不跟同虚配合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是没法打的这样 所以这个书单是不能轻易开的 对 反正我现在也不缺牌 我也没有一定想要得到什么法术 所以 这时候就不急的开书 然后另外这边就是 我为什么要用静奏之火把对面的苦痛打掉 是因为呢 这样可以让对面少过一张牌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 麻痹我的对手 欸你想要让我少过牌 那是不是表示我就应该要多过牌 应该要这个破坏对手的异图嘛 对不对 就是 所以我这样的话就是我在误导对手 我让对面以为 我不希望他过牌 那这样对面就会觉得那我就要过牌 然后现在对面果然中计 他就打了他的秘法智利 就过了这个 两张牌 那这样的话这个疲劳战呢 我就更有胜算这样 所以呢就我这边虽然是用一张静奏之火 好像是很亏本 但实际上呢这静奏之火 让对面拉了两点的疲劳差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 就很不错 另外一个地方 我为什么一定要打掉他的苦痛 因为我打掉他的苦痛的话 他是可以 爆我一张牌的 那苦痛撞我的苦痛 然后火冲点我苦痛 这样就可以爆我一张牌 但我这边不能再被爆牌 我说再被爆关键牌 就真的没法打 而且我也不想要多过牌 所以我这边就是战术性的这个拐骗对面 就是这样 然后又避免自己爆牌 我喜欢 我喜欢OT 蛤? 对不是 蛤? 仇恨都在我身上 好 嘲讽开槽咯 好 对不对 我们要个法师OT啦 快开冰箱 不然那个怪要被拉过去了 好 好 好 而且你应该也 你在丢金钟之间 你也可以先看啊 说不定你可以看到 喔 说不定张可以接 哇 疯癫 精器人 yahoo 谢大大帮我抽一张 十张整 好 疯癫 精器人 what 看快看快 酷耶 下一个点一下 不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呵 不过还是不好说啊 不是吧 八回硬币九回直接喷脸啊 然后右手喊兵剑GG will play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最好的领法了吧 我在操上帝視角 笑得很滑 而且還沒有看到很明顯 我覺得可以先上個書看一下可以拿到什麼吧 如果再拿個冰謀大概就完蛋了 然後下輸 這樣也 好像不是不行 沒有吧 有沒有很明顯 好啊那這邊就是呢 書是一定要下的 就是 因為就是 我如果 進傷害的話 我就可以考慮巴費硬幣紅龍 但是我巴費硬幣紅龍的話 我是沒有費用看數 就是我這邊一定要先看數 我才知道我下回要不要打硬幣紅龍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再忍了 然後至於這邊為什麼要教暴風雪 是這樣子的 因為 這個 暴風雪是一張 在內戰裡其實不太有用的牌 就有點類似以前 兵法內戰的那種感覺 就很多時候都要空丟暴風雪這樣 然後就是為什麼 我要先丟暴風雪解他的怪 因為我是想打疲勞的人 就是我現在是很劣勢的人 就是 那個 對面是很優勢 那我要怎麼樣讓對面 就是 把他的傷害交到我的怪身上 就是 把他的一些資源交到我的怪身上 那就 那就是我要用我的AOE去解對面的怪 我如果是用生物交換的方式 就我下生物 然後他生物跟我撞一撞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的AOE就 就是比較廢這樣子 就是 然後就是 我的生物對面就可以用AOE解掉 或者是用怪換掉 他的傷害就可以直接打到我臉上 那我就這樣的話就更容易被打死了 所以我就是說要 那個 打疲勞的話就是希望的是 劇本是對面傷害走我臉 然後這個 就是 那個 最後我的怪 對面就是還是要用傷害解 然後對面就傷害不夠了 對 那就是 所以我就這邊就是用了暴風雪 這樣用AOE解對面的怪 然後同時把傷害留在手上 把怪留在手上 就這個是一個 長線的考慮 所以這邊要用暴風雪解對面的場 然後呢 看個書看看有沒有傷害 當然最後是拿到一個羊 對 對 沒有 不夠 可以當一個姐 但不是最好的答案 我這邊覺得 對大約就是 究竟很明顯了吧 如果這邊 嗯 也要一死我殺 這邊直接把它噴了 可能是目前我覺得最好的姐 故事結束 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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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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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撿了 你沒有機會的同學 不過它會反噴其實沒有都一樣 一個只是噴 好 那這邊一定是要這個 用這個 呼拉仙解場 因為這邊 如果噴紅的話 對面給場公換掉我紅龍 那就跟我剛剛解釋的思路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思路一致 我需要貫徹我的戰略意圖 就是說 我要讓我的每一隻生物 對面都要交解牌 而且是單解來解我 然後這邊就是AOE可以清它三個拐 這樣我就會有在卡叉傷的優勢出現 所以就是這邊就是 一邊說要先清它場 反正紅龍 什麼時候傷害來了 要噴再噴也不遲這樣 對 所以就是 這邊就是 這樣打這樣 不可能是在對面有場面的時候 嚇我的 紅龍 一個是噴完身 哇 被噴 我帶來生命 好吧 我們將進入長期抗戰 蒼藍羊 可以 李諾 李諾冰毛 沒有吧 蒼藍羊吧 反正你一定可以一起的 你可以重新再回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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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覺得羊很恐怖 好喔 可能是一個野獸關係吧 我再猜 我們兩個有什麼疾殺命令之類的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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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 好啦 那這邊當然 不是因為什麼 野獸疾殺命令的關係 這邊是跟前面是一樣的思路 就我不能讓他的怪換我的怪 因為呢 這邊如果我是 下我的蒼藍龍的話呢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對面 只要一張 奧術衝擊 配合那個羊跟火衝 就可以把我的蒼藍龍解掉了 這是我不想要 發生的 因為 就是 對面已經交過藍龍了 所以他 奧術衝擊 基本上很可能是打二的牌 一張打二的牌就是 廢廢的 就是他不能接我什麼東西 這樣 但是他現在對面有個羊 這樣的話 我再下我的龍的話 他羊一撞我龍 這樣的話就變成打三 這樣就很不爽 而且呢 除此之外 還要考慮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說 對面這個羊如果蹭到我的臉的話 我就剩十四血 火衝一點 就剩十三血 十三血就是一個雙火球加火衝 會一血破冰的血量 所以呢 這個血量就會 很不利 我如果是能夠保個十四血 十五血 對面可能要三火球 才能破冰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就很有利 因為對面多浪費了一顆火球 而且還是 可能是五血破冰 不是 我在講什麼 可能是三血破冰 什麼的 所以這邊就是 反正就是說 基於血量的考量 基於不想要參龍 被對面用奧衝換掉的考量 還有就是基於這個 反正要打疲勞 身互不及的下 先解解對面場在說的考量 所以就是 我就選擇火衝點掉 對 今天 彪克還在標準嗎 我記得 對吧 他怕對面彪克拿個吉喇比你 OKOK 這樣子今天 顧慮的還蠻多的 真的真的 可能過多 打了戲 OKOK 十費 哇 有假啊 其實我比較喜歡拿 惡魔 這應該放到 火武 OK 拿魔戰跟惡魔 不錯 這個場面 幾乎是止不掉 而且暴風雪跟 烈風雪都用過了 對 可能只剩冰角摸日 可能比較危險一點 哇 你真的是把冰箱當那個打 我看 哈哈哈哈 你剛剛是不是想講什麼 好啊那這個確實是 超人流流下來的另外一個功能 這樣 就是說 可以配合這個 我的這個火山藥水 形成一個打3AE 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一個附加價值啊 就是說這個 呃 不是那個 不是那麼obvious的 不是那麼 那麼最主要的考 最主要考 還是我剛剛解釋的 我不想要超人被擺一換 這樣子 那這個附加價值 當然在這個時候是 對面下了這個一個三學一個四學 欸他剛好可以這樣子清掉 那也不錯 那這樣就打了這樣 沒有沒事 難耶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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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覺得人生這麼多困難 真的 好啦這裡還有一個 贏的機會啊刷火球 是不是可以贏啊 因為你等一下可以贏啊 我覺得昨晚是還被你這樣先鬥吧 他怎麼忘記 PASS 你不要跟我說 你這邊要一批冰龍 我會生氣 他怕 阿泰斯智障啊 不然你跟我講法師用什麼武器 他怕對面把阿泰斯智障可以把4E解掉 好不好 這理由實在是太猥褻了 我實在是想到 好啊 其實剛那邊就只是我在花時間思考 就是 我在思考的是我 達到什麼條件我才要喉嚨噴對面這樣 就是說因為 我現在的資源是比對面少的 然後呢我在這個時候如果交資源去打對面的話 就是不一定是 那麼好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花時間思考一下 因為 如果打對面打到剩下比較低的血 對面一個理落的話 這樣好像就是就輸定了 因為我資源就比對面少啊 所以就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最可能的勝法 是要等到這個先把對面打下來 就等到疲勞階段 然後威脅對面 就我可能 因為我招牌的斬殺是可以到大概20點這樣 所以就對面剩20血 我就蹭一蹭 蹭到20血 然後對面就腰子一弱 然後對面擬弱完之後 我再噴紅龍 我覺得這樣可能是 比較好一點的做法 那或者是說 我有場面的時候 我紅龍噴下去 然後就踢他一輪 然後他理落之後 我可以再踢他一輪 這樣的話就是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但是反正現在就是 這些條件都沒有達到啦 所以就是那當然就是 紅龍就繼續留著 那我剛剛就在想這個問題 就燒神的時候 那時候 在想說 什麼時候我要噴我的紅龍 到底我還可以講這個多麼無聊 沒有啦 利用時間想是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剛剛這也是利用時間想 去想說 OK我這邊這一手應該要 欸 那這裡不錯啊 704啊 把那個略物炸了 還是你想要洗更多火球 我704 我在想這邊洗更多火球沒有意義 我704可以回收兩顆火 我還是把1B換火球啊 對但是 我在想 有沒有更好的打法 嗯 好 那這邊呢 其實我來考慮的是說 這個 因為我是有帶那個 就是 硬幣怪嘛 就是 我這邊如果 就是 704用的話 就是 那我那個 等一下就是 就 火球就刷的比較少了 就我的火球可能就會不夠多 所以呢 就是 我就是 不是那麼願意教我的安東尼 可是呢 我又在想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 我感覺 對面的這些 打法 就還有對面的現在的情勢 我覺得 很可能對面是有安東尼在手上的 就是 我當時是這樣認為的 然後我覺得說 如果被對面 下安東尼的同時 破我的兵的話 因為對面大力減過費了 如果他同時下安東尼又破我兵的話 我就 很難很難很難 就太容易輸 因為我要理諾 又要擠安東尼 但我是可以理諾羊 但我意思就是說 這樣就 非常的煩 就是 而且我這回 我又不想要 教火球解大地 因為火球是我的傷害 我想要留傷害在手上 但是呢 我如果這回用羊解大地的話 之後就沒有理諾羊 所以對面大法師的話 我就會 大法師破兵 我就會 非常非常非常地 尷尬這樣 就很 就是 就是要解大法師就沒辦法理諾這樣 所以呢 想了很久之後我覺得 這裡不能再等了 這邊就是 手牌又很臃腫 就一堆牌都是暫時沒有辦法打出去 這邊還是只能大法師硬幣 這邊是 時間快不夠 好像就這樣子吧 這好像是用來最好的想法 對 蛤 這個是喔 完工路喔 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是 都都行 嗯 對 不過這就跟你前面沒有解羊 就怪怪的 哇 迪諾到了 那 計畫失敗 9 0 有意思 2 3 1 不行 6 3 開開開刷了 他開刷了 看 看起來會 刷3張 3張 22 就一起刷吧 一起刷 3 3 4 他也只要打一個2而已 2 那個打3 2 然後 火把不是嗎 火把增值 那火把可能就有點保的錢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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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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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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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2 跳跳冰箱 為什麼要掉冰箱 好那這邊就是我解釋過的 就是說因為這個冰箱只有在現在 它可以換對面一個火球的假期 那往後的話這個冰箱可能疲勞之後就沒什麼用了這樣 所以要冰箱讓它破這樣的話我才能夠消耗對面的卡這樣子 然後對面果然就中計了 它就破了冰箱了 點一下 點那個深蹲 嗯 好啦也可以啦隨便啦 反正都在607以內啦 反正你也知道對手還要再來一次啊 如是好難喔 還好要改辦 還好這些都要走了 對還好 現在在發亮那個中間六費那個要走了 真的真的真的 不然這個對局好難喔我都不會 真的 真的該辦錢我還是先去回去睡覺好了 它剛剛為什麼不不行 你那種長得比他醜嗎 機器人可能比較帥一點 哦 是有那種科幻夢的人 那種玩家 怎麼會想要被開冰箱 怎麼會想要不消偶元是我 好啊 那邊那個元素當然是不能下啦 因為就是 我說過了 剛剛今天解釋了 這個對局要讓對面儘量的 交傷害來接我的生物 然後對面的AOE就是 很不划算這樣子 就是相當於一個 烈日風暴七費打四 這樣子 然後八分之六費打二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怪就是 不要隨便撲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這邊 我要把對面的血控到20 這樣我才能夠一套帶走 所以我有機會點火衝的時候 就要多點對面的臉 因為不然的話 最後就會可能 來不及點對面的臉 這樣就差一點 就可能是差一個回合 所以呢 要一有良機 就多點對面一下臉 當然就不要亂下怪了 哎唷 活得很爛 給機會啦 喔 他這邊有機會了嗎 有機會了 他還有他他要怎麼解那個 八八嗎 火球加一個那個吧 正極吧 欸可以偷 也不是可以偷 讓我想一想 寶冰箱的話 你至少 只要你冰台 你一定不會死 你冰台 這邊要是我的話 要是我就 求我求正極 臉啊 沒事 當然不是臉 怪啊 當然 因為你不能丟臉 把怪丟一丟 你要幹嘛 好恐怖喔 火球正極嘛 先把這兩張拿出來 火球正極 搶劫 暴毒 好 不錯吧 可以 拿一下水 你不要點那隻羊吧 為什麼要點這隻羊 為什麼要點這隻羊 他是野獸 很恐怖 然後你要笑同學 為什麼 好啦 那這個解釋就是 一樣的 因為要 弱化對面的AOE這樣 然後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個 那個 紅龍 那個什麼 那個八八 就那個八八是 一定要這回合解掉 就我剛才想要不要 動住八八 然後兩個火衝 這樣我就可以留下一張奧蟲 後來決定說 不行這樣打 因為 對面萬一有那個什麼 陶魯議會先知 或是有什麼方法 就是 把那個 八八再拿起來的話 就很虧很虧 我就可能要交火 就只有 後面就傷害不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 冰雙星 是在關鍵時刻 可以動住對面一輪的 我這邊就是 花奧蟲這張牌 解對面的這個 八八就是 我覺得是 不得已 但是可以接受 就是 也不是特別虧 這樣子 那對面三個怪 其實活得 比較爛這樣 就沒有活特別有威脅的怪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只要解八八 打穩一點 應該是 後期我會有優勢的 因為我還有這個 就是很高的一套斬殺嘛 就在疲勞階段 誰斬殺高誰優勢這樣 所以我覺得 而且我還有紅龍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邊就打穩一點就好了 所以我感覺到這裡 我的勝率 應該已經有六成以上了 他 你怕什麼 極臟命令呢 魔法標課到極臟命令 啊不是啦 那個啦 火雲之界 火雲之界 你以為他 他本來就會動了 好難喔 火雲之界 火雲之界拿山羽木人 還在嗎 銀白的嗎 對不對 我記得 雙倍沒有戰鬥效果啊 他可以 說明他有冒充 雙倍上有熊貓人啊 回收山羽木人 然後再丟下來 所以或許王 或許 場劫暴徒怕什麼 烈焰 那你拿一張啊 拿一張硬幣 就拿一張硬幣 我覺得烈焰 這個時候拿起來 好像是 不好嗎? 不好嗎?? 她說我不想一次被AOE燒掉 說她這個對手正常情況下也會不會對手丟亂 至少我不會 不想啦 你這個燒一隻四四一隻三二一隻還可以用怪裝 我不會給我AOE 哦 欸這個對擊真的是博大金聲耶 我真的不懂 他有大狗頭嗎 可以看一下那個嗎 不過他抗快配應該是沒有跟他打過頭吧 理論上沒有 為什麼不下5喔 我不要吃AOE 哈哈 他還有什麼可以被燒 想想想看 上面有丟過什麼AOE嗎 麗麗你丟過 沒有啊都沒有 他等一下連被 冰箱不在 還可以解 他想要保下每一隻怪讓我可以 再用怪踢到他開冰箱喔 踢到他里落 然後我再紅龍噴 我們幫他寫一個勝利封城式嗎 還是您數學不好 寫不出來了 我也寫不出來了 我 他們這個對局已經變成一種哲學上的概念了 對就是 我們來下盤棋吧 真的 師傅可是這裡沒有棋啊 那就是你的修為還不夠 我第一手天躍很快 哈哈哈哈 然後整個3-3 哈哈哈哈 不過是好像 是不是給機會啊 給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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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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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他為什麼不冰毛 是不是 你會 唉 這麼問你會怎麼解好啊 我我我我我我我會 我會 恩 我可能會5加4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 那個 墨路中掉就好 我覺得 你說火球這樣打掉 對啊 我覺得 強勢跟他很強啊 好了那這邊是這樣啊 那冰毛叫準備流的後面打一波高爆發用的 所以当然不能随便就掉掉这样子 就是然后他这个末日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相当于他用末日 这个没有赚到什么 因为他末日跟那个两张牌 换我的一张水人数 他只是得到一个先手 我觉得先手在这个对战不值钱 然后我就打一下他的脸这样子 用了说要把他血空刀靠近二十这样 然后他这边出这个 憎恨者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不太爽的 因为这样会让我的血线变得很危险 这样子我现在就剩十七血左右了 但是这个憎恨者也是打他两点 所以这只能说是有利有弊这样子 对 我知道了不知之明的想法 想要把对面的怪全部耗光 耗到你什么都没有 反正我现在手牌比你多 你要谁也开过了 你红龙也丢过了 我只剩里诺了 我只有靠这样可以赢 所以不知之明的做法就是 我现在就跟打控制一样 我每合 你不是说不然就控制 我每合就下一只怪 对 然后我就不收 你就给我想 我就不收牌了 真的 对 我就弄死你这样 反正牌叉叉叉二 可以 可以 对我每合就下将一只怪 对 你想不可以跟我解 你要不要解 是不是 你手里的怪一定都跟哈哈一样 你大法师也丢过了 对 真的 嗯 是不是 这样我们是不是帮他想到一个封城市了 差很长在这边想 两个人是你觉得 差一张 五关系 五关五关系 啊没有关系 我有红龙 你没有 我优先 这样 看这上面有冰箱 没有关系 我们算疲劳 哈哈哈哈 骨头都丢过了 都丢过了 我们要怎么样加速疲劳 你血量不高了 他们有你 哦 抽白了不抽了 去你的 不抽 不抽了 那 我们这下软尼给你解 这里其实 红龙也不错 他不会 你要等到大招那一套吗 对 他要等到疲劳的时候 然后一次 就给他走 可是你一次你不如 那你把伤害拿去 你拿你打伤害就好啦 就是你这里可以 红龙硬币 点血法 然后你把血法跟两个兵 留到那个时候做 可以 这样一次不错 还是他想红龙要哪个分子 你这里就要红龙 然后硬币把那个血法点了 他等对面 我沾一只巴巴 那个疲劳失误的时候 然后一次让他死 哇靠 没有开玩笑的 对吧 应该是要喷吧 你这样可以一定逼对走 里诺啊 对诺啊 哈 哈 我现在有人再给你解 没有 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 这个同学 好了 这边其实有几种考虑 一种是单点的 他学法 然后啥都不干就好了 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这边 我为什么要下降 就是过来 是因为我 比较急一点 因为我还没进来的 所以我在考虑的事情是 我等一下就是要 这个 红龙一喷 同时这个 踢他五点 他就剩十这样 然后他可能会 考虑里落 但是 他里落完 我就可以继续踢他 就是因为对面现在 应该是还没有挂冰箱嘛 就是 所以就是 这样的话就是他 我红龙喷打他到十 他一定会里落 然后里落完 我就可以再打他 十三点左右 就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我是愿意喷红龙 然后还可以接受 这样 对啊 那个 三点也可以 是因为 反正你下回的对面 其实已经没什么 多少生物了 所以你下回应该还是可以 先手拍怪这样 然后这边 丢两只怪的话 就是因为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 场攻高一点 因为如果只丢其中一只的话 喷红龙玩 一打十三角什么的 就 就感觉威力有限 但其实 因为主要是我喷红龙那回合 我也不可能再下别的生物 这样 然后对面应该是有里落 因为牌库要抽光了 然后对面里落完之后 我的再踢的伤害多少点 就很重要 这样 所以最后的选择就是 把两个怪都丢上去 这样 那血法弹不会慢 因为那个要打斬杀用的 与火有什么影响的关键 这个东西到底还有什么 啊啊啊啊 还要再玩五分钟 很难耶 这个队局 很难啊 真的 这个队局真的很难 好 那这边其实我觉得 对面打得并不好 这样 如果我是对面的话 我在这个回合 我应该会 就是 随便点个脸就好 因为对面16血 就我 就我这边16血 点点就15血 而且已经没有冰箱了 点一点就 到时候就可以斩杀了 这样子 然后也要引诱对手攻击 因为我既然冰箱抽到了 对面如果喷红龙的话 然后打一打 剩10血 我可以暴风雪冰箱 然后 这样就死了 这样就不会死 然后对面破了我那个 冰箱之后 我再里落 然后再 挤他红龙什么的 不过这个都是 对面没这样打这样 然后对面这个暴风也交了之后呢 我应该就是 不打算喷他红龙 应该说他冰箱一挂之后 我就不打算喷他红龙了 因为我现在知道他有冰箱的话 我 这个时候喷红就没意义 而且已经快要疲劳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 sit那个 我的20血斬杀这样子 对 就到这个阶段 就要准备sit20血斬杀 这就继续点脸啊 不然怎么办 嗯 你那已经成功一半了好吗 OK 现在就消磨时间了 对啊 真的 他这样有可能逼到啦 因为对手会 呃 可是不是 两边直伤数量其实差不多 下面多一张冰锚 上面自己的火球还没出吧 还没 诶有有 砸掉了砸掉了砸掉了 某个藏 诶还是那是洗出来的 我不记得了 好难喔 我们等一下 等下他们全部抽关 然后我们再讨论好了 哦上面还有一张火把 时间快不够了 下面有一张火把 没有上面有洗一张进去啊 下面有洗一张 都有洗的 都要洗 那就还没看到了 这阶局 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啊辛苦各位了 但是 好难喔 好难喔 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的名字 是不是 要剂调黑师 好啊 这边我在想要不要 下要剂调黑师 因为我觉得自己血线 有点危险 可是我想一想 如果帮队员补视觉的话 我的那个二十血斬杀 计划就要脱后了 所以我就是最后还是 就是百般游一下 还是觉得要忍住啦 觉得队员应该 没那么容易打死我 因为他已经交了一堆火球了 应该 手上 真的伤害很少了 然后这边只要同性 再踢到他的脸一下的话呢 他就近二十血斬杀了 到底在想什么呢 哎哟 哎哟 等一下 一一十二三四 这边还有冰箱 他有盖吗 上面有冰箱 嗯 嗯 不是 有冰箱 那就继续等啊 继续打脸啊 打脸 打脸 等啊 还有机会 剩两张不是吗 排库剩两张 对手排库剩两张 好像是 别别别别 好那这边很那个 就叫精算 就是说 呃 我在算 我斬杀 我是可以打出这个 呃 最少的话 应该是 四二一 是 十三 然后 对 反正就是我应该可以从 十三点 然后打到最多应该是 那个 七家 应该是二十 四三位是二十 对就二十学斬杀 这样 所以我这边同学 踢他脸 然后点他一下 点不 对 点他一下 就基本上是进斬杀 这样 他只要疲劳之后 就随便斬了 这样子 对啊 然后 就我觉得对面这个打的有问题啦 就是说对面应该 念封爆爆的同学 烧掉才是正手 那这边就是想要用点的话 就会让自己立刻进斬杀 就是 他打的不好 这里 可能可以空一些 对 如果你是想要这样打的话 让我想想 你就快成功了 不要登闹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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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走到镜头了 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 如果要打一套的话是 是 十四 再加 十四 就是寒冰箭是十八点伤害 要看 等一下就要很精算数学 诶 十八点伤害 不够 差一点 先到疲劳的意思哦 就是 你要算那个啊 所以你可能 比方说 哦 再拿个冰箱 没有没有 我就会 会在疲劳外挂掉 就是你 哦 哎哎哎哎 可以 嗯 没啥搞头 拿大怪宝 啊 拿这张 哎 红西 或许也不错 他拿了一个我想拿的 复活是不是 对 哦 会复活什么 哦 大法师 哼哼 很像 很像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对面 我会拿红西啦 因为 补血比较重要的 而且 这个 对面应该有红龙之类的牌 虽然他没有看到 他应该可以想见 就是 你如果把了大神物 我就出过一个大法师 总不可能我这套 没有大神物吧 所以就是 有红龙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 他不拿红西的话 等一下怎么办呢 就是 但是他可能觉得 他 如果拿红西的话 也很难赢吧 就是 对啊 但是 我个人是觉得他 打的有点 太浪了 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 危险 他没有意识到这样 危险大冥羊 真的 真的 这个都死了两轮了 所以是倒数二嘛 他上面二嘛 上二一海一嘛 一 一嘛 上面是一嘛 对 对啊 冰中猩猩末是 点脸 十九 等一下一套十八嘛 对不对 我刚算啊 这个七那个七那个 那个四啊 就是你 哎 怕什么 同餐点小饭 没有 他那张不在伤害里面 就是你下写法 然后下三张 就是四五六七八九 我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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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刚好十九 这样刚好十八 然后等一下下一张皮疗会死 好然后我这边 交掉这个冰毛是要麻痹对手 就其实如果是 上方都很厉害的话 这个冰毛 这个 交的话就未必是正手 这样 但是 我这边就是 那个 那个 交冰毛的话 就是想要骗对面 就是 让对面没有意识到 就是 我下回来可以把他斩杀 这样 对 而且就是我这样的话 是更希望我的末日 就是 对面可能就不理我 这样 然后就让 浪场面给我 因为他浪场面给我的话 他就算理诺的话 就是 那个 我还是可以直接 喷红楼 这样 但是如果是他把我末日劫的话 然后又理诺的话 他的场面会比较大 然后我可能就还要 应付一下他的场面 或者我红的朋友 还要用寒冰箭 冻住他的理诺 之类的 就会比较烦 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一想就觉得 我就把冰毛交了 然后 如果他不理诺 他他不干的话 他就会 被我斩杀 就被我暗算 这样子 所以对面必须要在这里理诺 如果他 有神老的话 这句话怎么我们讲的有点害怕 他不会走走当中 不然这里正常应该是杨里诺 对不对 再算一次嘛 对不对 这个打 你先 好 那这就是说 如果 对面打出了正手 这个杨里诺的话 就是 我应该就会 红龙硬币 然后寒冰箭 冻住里诺 然后呢 之后就是 对面是 嗯 要这个 火葱点我脸 然后用静奏 叶叶 把我的红龙点掉 对 然后呢 我会 被打三血 然后被打三血之后 我就剩 十一血 对 然后就是 该我的回合的时候 诶 这样的话该我的回合的时候 他等下是 疲劳 两点 所以他是剩 十七血 然后我就是血法 然后打那个两个六伤 就是 这样十四他就死了 所以呢 他这个 如果火葱点我脸的话 是不行的 所以他应该是要 杨里洛 然后我红龙硬币 海冰箭之后 他必须要那个 把火葱拿来点自己的脸 让自己是剩下这个 十二血 这样的话才 才安全 对 然后呢 这样的话我就是 剩下这个 嗯 这样我就剩十二血 因为李洛 杨里洛 对 这样的话我就会剩 剩应该是 十二 杨里洛 这样 这样我会剩十二血 十二血就还没死 十二血的话就是 然后 对于火葱点自己脸嘛 然后 我就是可以那个 炸个火门把他的场截了 然后看火门出什么 或是 火门 砸脸的 不行 我一定要截场 不然会死 所以我就会火门砸他怪 然后看火门给什么 然后那个 就是 这个一二二应该会丢上去啊 然后就是对局就会 应该变出来在火门出的怪 是什么 这样 对 但是反正就是说 这个前提是要对面 连续打出正手 就他必须要 杨里洛 然后下回还要知道要火充点自己脸 还要知道这两件事 他才有机会在这种 最后艰难的关头 然后可以 这个 再反杀这样子 就在 赢下这个不容易的胜利 不过这时候已经算是军事 或者是我小优的时候了 然后火充点自己脸的话 应该只有 很常玩法师的人 就对法师很了解的人 才能够做得出来 虽然之前 世界大赛的时候 那个 欧斯拉卡卡 又给大家示范了一次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个 有多少人有学会这样子 就是在 关键时刻 批刀时刻 要火充点自己脸 下血法嘛 这个打7 那个打7嘛 然后那个打4 打4啊 降磁4 然后再加一点伤害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哇 赢了 我们 对不起他 你不对不起他 他就是 他打得好 这个对决应该是不用打到这种情况 对 就是 我觉得太拼了 这手漂亮 然后回合结束 贝拉卡杂 大法袭两颗 放掉 红龙没喷 被喷红龙 赢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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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他有想到说 可以一直解他怪 然后到疲劳 我觉得还算 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算是一个 有在算 算 算疲劳数 跟那个伤害的人 就是他 他有想到他另外一个要怎么获胜的条件 对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几个 有几手是需要去讨论 虽然说他 他最后找到让他赢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就是有东西可以讨论 如果说他刚刚真的是 他冰箱也没了 如果他 如果刚刚对面真的有意识到说他可能会有一套的话 如果 如果 虹龙 对面 虹龙完之后 差不多也要挂了 对面是不是药水选的不好 没有 他的第一手是不是就有复活三个 他就是复活三个加个88 可是第一手 他是第二手选复活三个 对不对 他是第一手先拿 他只有一个钥匙不是吗 不是 我说两张出现的顺序 因为第二 我们是第二 他是 没有没有 他是第一张选复活 第二张选88 可是说不定这个对局你直接选死甲有些结束 我不敢保证了 但是 尤其 这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想有没有红龙 对不对 因为 通常冰箱都盖得到 冰箱都能盖得到 李诺应该 这场是例外 因为他最后那个没有算好 没错 好 那我其实是觉得对了 就应该拿死甲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对手就是 对李诺法理解不够 因为 那个 但他不知道我带的后还薄 但是我卡带被拉了 所以我应该算是比较薄的 就我的 这个卡带总质量没有他的高 这样 所以他这个时候想要 能够防住应该就能赢 这样 所以那边 应该是要拿死甲 还是比较稳的做法 那 当然他拿活産的话 因为他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痒 所以 就他当时拿活産 他可能觉得他可以活一些利害生物 活安东尼就直接赢了之类的 所以他拿活産 这也 也是可能有他的想法 但只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是觉得应该 拿加甲这样子 就我觉得 因为打到疲劳 然后加点甲就是 大家都是高展上职业 所以你能够加点甲的话 你的优势还是会很大 那假设我们把这个 可能 也不对啊 他冰宝也打掉了 所以他是什么没有算到 我觉得是上面 我觉得这行不能就是上面失误 一个一个讲好 第一个就是药水 第二个选择 你活三只了再带一只八八 有没有那只八八其实 差不多 要看你当然要看复活怎么样 对面多拿一张羊 这个其实有影响 第二个是 上面的最后 其实应该是没有算好 因为 底下一开始打的所有火球 都是伸出来的 伸出来的 所以他自己那个火球 有些大家讲过 这个那个直接就没看 那个直接就就没有看到 冰锚在解铜虚的时候打了 所以不是说今天他摆了冰锚 然后你输掉 这没有这回事 然后你没有看到 你活炬也没有看到 你活炬他也做了 哪里进去了 然后都抽到这个时候了 你也没有看到 寒冰键 这三个东西都没有看到 你送了伤害十八点 这种情况下你会死 那牌都抽完了 除非你赌 他在那里 不然你应该要 也不会在那里 没有两边都抽完了 没有中文言 没有那里了 对面应该是 不知道我有带血法 不然就是他忘记我手上 还有一枚硬币了这样子 他可能觉得 应该冰锚交了 他应该让他觉得打不出什么 十八学的这种 十六学的斩杀 所以就是说 这边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要交冰锚 因为交冰锚可以魅惑对手 让对面觉得说我已经 放弃了这个伤害自胜 这样 我可能想要消魔怪自胜 他就会觉得他可能可以下回合 再里诺也不辞 所以就是一种 欺敌的成功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失误 他只要 那一首只要做对 因为他扬完领弱完游戏就结束了 对 我觉得就是 那个扬完领弱完应该也没有结束 就是说只是他就可以有机会影像 因为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他之后还要火冲点击一点这样 我觉得就低过伤害 我觉得低过伤害 爱奇马哥这里最后 没有没有没有 是是是他打的吗 刚刚不已经讲错了 对啊我们也知道 他最后没有打好 这个很明显 因为什么东西都是open的了 对 那也算是这边不知之云有 坚持到那一刻 因为他觉得对手 不会 其实两边也都乖乖的 但是最后也确实是拗到对手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赢了 没错 就 好 就加油吧 那接下来 选择上什么 两个贝克 三个其实都偏被 压制 因为你 反正如果你今天走红红那边的话 你还是可以凶对 而且你还有冰毛 然后现在就是看这两个快攻对他的表现 他自己 零抗快 独眼恐惧怪 不是不是讲错了 麻风机器人 对 大麻风 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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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疯了 然后他没有放目光照验师没有放 对没有放 可是这样那两只挡得住吗 他底下有火山要什么 挡不太住吧 我自己觉得挡不太住 我自己觉得挡 脸赞的 可是脸上我觉得挡不太住 我自己觉得脸上挡不太住 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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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也是哈哈了一场游戏 然后 对我们也是 他们就哈哈了我们一场游戏 脸上先